哈喽各位品观点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心理师聊心事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苏雨昕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要先问大家一个快问快答 大家待会听完我的问题之后 请不要思考直觉性的回答 你想要说的答案 根据感觉你听到这个问题 内在的感受是什么 好准备好了 我要开始问了 假设今天你的好朋友打电话来找你 喂 某某某 我今天心情超好 我请你吃大餐 走 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 你又会想要怎么样回答这个朋友呢 我猜大家的答案白白种 但是不出以下这两类 第一类的朋友你们可能是回答说 好啊 怎么这么好 走走走走来去吃饭 这可能是第一类欣然接受的朋友 第二类的朋友呢 你们可能会倾向说 不用啦不用啦太客气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或者是我们可以去吃饭 但我们就各复各的啦 不用请我不用请我 第二种类型呢 可能你们就是会客气玩具 或者是你觉得不要收人家的好处 这样子类型的朋友 你是哪一种呢 嗯 我相信我们台湾人的民族性 以及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的过程来看 我猜大部分的朋友 你们是不是都选择第二种类型呢 好 其实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关系 并没有对错 而是用这个问题来感受一下 当外界给予我们丰盛 给予我们关爱 给予我们喜欢的讯息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欣然收下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要告诉大家 如何培养喜欢自己的勇气 其实啊 我们大部分的人 从小真的都接收到太多 教育也好 或是父母告诉我们的一些讯息 包含什么 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如果有的话 肯定有诈 对不对 或者呢 父母会告诉你说 没有人会对你这么好 我们只能靠自己 所以这些讯息都再再绑架了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就算得到丰盛 我们也会把它推开 这就造就了非常多人 在人生中很痛苦的一个状态 我问这个问题 不是要大家从此之后有好处上门 你都不检查一下 或者是不去调查他的意图 不是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诈骗新闻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小心 对方给予我们好处的意图 可是很多朋友已经严重到 不是这种赠语哦 不是这种给予礼物 甚至是譬如说你有一天 手上也拿一个东西 然后背上也背了很多大背包 然后还要再拿一个袋子的时候 旁边的朋友同事可能会讲说 啊 我给你盗贴 我帮你拿一下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甚至会说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 如果你也是属于这样的朋友 我们就要来好好检视一下 我们的内在怎么了呢 让我们这么难去接受别人的好意 跟这么难去享受 哎 我是值得被这样子好好对待的 所以呢 我们的个性哦 最棒的就是一个敞开的状态 意思就是说 当然有的时候我真心想要对别人付出 或者是我真心想要自己来的时候 我可以自己来 但是呢 我真的需要别人帮忙 或者是请别人帮一下 他都已经提出这个要求了 我就让他付出他的善意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爱的交流哦 否则很多人都是被自己困住 就像你可以喜欢吃卤肉饭 但是如果每餐规定你只能吃卤肉饭 这个人生一定很痛苦对吧 所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 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哦 到底要怎么样 让我们有勇气喜欢上自己 几年前呢 有一本著名的书腾空出世哦 它是两位日本的作家 根据心理学家阿德勒的心理学理论 写出的一本被讨厌的勇气 其实它主旨就是在说 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啊 都只需要为自己负责哦 即便是跟你很亲近的 小孩也好 伴侣也好 父母也好 其实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只能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最大的责任 但是人类的痛苦就是来自 我们希望别人为我们的幸福快乐负责 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有义务 要帮别人的幸福快乐负责 这个时候痛苦就来咯 就像各位 如果你好希望孩子功课好 为什么 因为孩子功课好 代表我这个妈当的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警惕一下自己哦 我好像把我的自我价值 跟我小孩的价值 黏在一起 绑在一起了 可是忘记了我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哦 大家都需要为自己负责 或者很多身为小孩的 他会觉得 我必须要满足我父母 我必须要非常的孝顺 我要永远让我爸妈开心 他们的要求我一定要达到 这样子的孩子呢 他很想要帮别人的情绪负责 他自己也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好 所以呢 没有看过被讨厌勇气的朋友 可以去翻阅一下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影片要讲的是更进阶的 就是被喜欢的勇气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来给大家五个小方法 让你越来越喜欢自己 其实这是有很多心理学的基础可以帮助我们做到的 那一开始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希望感 也就是说啊 每一个人刚出生的时候 都是无条件喜欢着自己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找一个小婴儿观察一下 一个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 只要他尿布没有湿 他肚子不饿 身体很舒服 其实这个小婴儿看起来就是很平静 很自在的 甚至啊 他会拿自己的手起来玩 拿自己的脚起来吃 体验自己的一切 他绝对不会嫌说 我怎么这么胖 对不对 我怎么长这么丑 没有一个婴儿会这样嫌弃自己 所以喜欢自己是我们的天然状态 那只是因为在长大的过程中 我们从父母啊 从同侪老师 社会媒体收下太多太多 我不够好 我不值得 我哪里不够完美 等等这样子的信念 所以才导致我们越长大 越讨厌自己 越长大越觉得自己不足 所以这个过程只要我们来恢复原厂设定 这是我最常说的话 因为我们的原厂设定呢 都是天然平衡富足 然后呢 开心喜悦的状态 所以所有的压力 所有的这个悲伤痛苦 都是来自外面哦 加诸了很多不适合我们的设定所造成的 因此接下来的五个小方法 就是帮你恢复原厂设定 按下reset键的方法哟 第一个方法 我们要先花一点时间 认识全面的自己 嗯什么叫做认识全面的自己啊 因为就我的观察 有一些个案跟朋友们 他们也在认识自己 没错哦 可是都会有点偏心 就像呢有一类人 他们会偏心的喜欢认识那个 很阳光很正面很美好的自己 像有一些人就会说 我非常的努力 我非常的勤奋 我待人就是超级亲切 每一个人来呢 我都超级用心的对待他 等等等 所以你在描述自己的 都是这些正向的优点用词 当然这不是不好 但是如果你完全只认识自己的这一面 你就会被绑架哦 就像啊 你觉得自己很勤奋的朋友 哪一天你想休息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有罪恶感 你是不是觉得 我怎么可以这么废 我不是很勤奋的人吗 完蛋了完蛋了 我要再赶快努力起来 所以你就变成一个 没有办法平衡下来 放松下来的人 有优点是好的 可是我们要记得 去找到另外一面 当然有另外一派人 是非常着眼于 自己的缺点阴暗面的 当你问他 你的特质是什么 他就会告诉你 我没有优点 我就是一个很自卑 没有用 然后还蛮恭威 我不知道啦 我就是很糟 像这样的人呢 他也是缺乏 去面对自己 也有光明的那一面 当有人称赞他说 不会啊 我觉得你很有艺术天分 你很有美感 好会搭衣服搭颜色 他绝对会马上 没有没有没有 否认掉 忽略掉这样子 属于优点的讯息 当然这样子的人的生活 也会是闷闷不乐的 所以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 记得千万不要偏心 这一些特质哦 都像是你的小孩 对不对 没有一个小孩 是想要被偏心 被忽略的 所以请把这一些特质小孩 通通爱回来 每一个特质 都有他重要的地方 即便是缺点 就像呢 我常常举的例子 我们台湾人 集体最讨厌的缺点 我不负责任的调查 叫做自私 我们台湾人 真的很讨厌自私的人 所以有关那种自私啊 然后不管别人的死活 那种新闻 哇一骂出来 全部骂声连连 大家都在讨论 可是自私 真的完全不能有吗 他有没有有的时候啊 是很有功能的 就像如果你有一个同事 每天都软土伸掘你 软头亲骨 说哎 拜托小明 哎你帮我加班一下哦 我今天要赶快去接我小孩了 谢谢谢谢哦 可是他每天都要去接他小孩 每天都要去照顾他爸妈 然后工作都是你在做 这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自私 你就会做了很多 不该你做的事情 做了很多不是你的责任 可是如果这时候自私 哎像个门神一样 他可以站出来保卫你 哎不好意思哦 我今天也要回家了 下次吧下次吧 这时候你就会获得 比较平衡舒适的人生 对吧 好 第二部分呢 我们要了解哦 从小到大 我到底收下了哪些 我不够好 或我不值得 这样的讯息 我用讯息来说 就是因为 很多时候这些不够好 不一定是说出来的 他有可能是眼神 或者是他有可能是一个 集体的思维 集体的认定 就像大部分人都会说 啊女生 女生就是要念文族啊 男生 男生就是数理 比较好要念理科啊 啊女生就是比较会表达 男生就是比较呆 其实哦 这脑科学 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 说男女的脑部 没有所谓的性别显著差异 而是我们个人 每一个人 是有超显著的个别差异 跟性别 没有绝对的关系 那这一些性别的差异 或者是 别人告诉你不够好 其实都是他们 外界的认定 那我们只有静下来 我们才会知道 自己真正是什么 我们自己真正是谁 所以我们要认出这些 有点像是被植入的病毒 对不对 被植入的木马 我们要一一的把它清除 好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就要开始练习 接纳自己了 与其我说喜欢自己 因为喜欢是一个感觉 很多人就觉得我做不到 因为我现在就是觉得我很胖 那我要怎么喜欢 胖胖的我 所以与其我们说喜欢自己 不如大家先来练习 接纳 接纳就代表说 你不需要是完美的 你就可以开始接纳自己 所以呢 你可以摸摸自己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胖 你就可以摸摸自己说 很棒耶 这个肉底下 有结实的骨头 对不对 它是可以支持我 站着我去工作 我去买东西 它其实是支持着我 我接纳我现在的样子 那当然接纳不代表 你就不能再改变 而是我们要先接纳 现在的自己 你才会有改变的动力 所以开始练习看看吧 告诉自己说 嗯 我很爱我现在的自己 无论我是怎么样的 我都先练习 好好接纳自己 好 接下来第四步骤 就是开始大考验了 我们要来练习 跟随自己的心 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论文的研究 就是一群科学家 他们去拿电磁的测量仪器 去看我们身上 每一个器官的电磁力 简单来说就是能量场 那我们大部分人 最常使用的器官 叫做大脑 很多人都觉得要理性 对不对 我们要用大脑思考 大脑是个很好的器官 是没有错 但是很有意思 这个研究发现 我们心脏这个器官的能量场 是大脑的四千倍 还不是四倍 是四千倍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地方 也许就在我们的心里 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 不行 我的大脑要我应该去做什么 大脑觉得要怎么样怎么样计划才对 可是很多人却忽略了 其实你的心是紧缩的 你的心是抗拒的 不舒服的 所以这样心脑交战的过程 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讨厌自己 而且你的身体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强大的不舒服 对吧 这样的能量场对冲的状态 没有人会是平衡的 所以呢 我会开始鼓励大家练习哦 当你在做很多决定很多想法的时候 你可以手摸着自己心轮 心的这一边 然后去感受 这是不是我真心想做的事情 例如如果你是一个对人很亲切的人 然后你今天遇到一个对象 其实你不太想对他亲切 你就可以给自己两个选项 然后摸着心感受一下 第一个想象我对这个人亲切 你的心是比较紧缩的 还是比较放松的 然后再去想说 那我不要对他亲切 我跟他保持距离 那我的心是比较放松的 还是紧缩的 你的心绝对会有答案哦 心脏比起你的大脑 它是一个不会说谎的器官 所以当你用大脑一直想 一直分析力必得失 通常没有什么答案 对不对 甚至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可是你真正的答案 已经在这里了 只是我们没有练习 没有被允许去好好的听从他 好 今天的第五个 帮助你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方法 叫做找到值得感恩的事 听起来很像老梗对不对 但是这是我个人 包含我的个案实验 最有效的方法 因为呢 大部分我们都会被训练成 看见自己没有的 这是我们从小被训练的哦 就像你考98分的时候 你的父母会对你说什么 啊那两分耶 这两分为什么会错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被训练的就是要 看见自己不足的地方 我们以为这样子会让孩子进步 可是恰恰相反了 就是这两分让孩子不敢再多去尝试 他只能做到不犯错 却没有办法发挥我们人类最强大的创造力 所以这个孩子其实是被扼杀的哦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开始有意识的去着眼我们拥有的部分 我知道会有很多观众朋友 包含我的个案都会告诉我感恩很难 就像你现在要我感恩 我有这台电脑好了 可是我一旦感恩了 谢谢我有这台电脑 我就看到他的电脑比我还要新啊 那个比我还要高级 比我还要贵的 我就没有办法感恩我这台电脑 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反向的感恩法 就是你先想象一下 好 你今天如果没有这台电脑 你的人生会变成怎么样呢 有些人就会开始觉得 哇 那我每天工作都还要去网咖诶 或者是我要传个讯息 我还要去朋友家借 超麻烦的 对不对 你就可以再回过头 那我真的蛮感谢 我有这台电脑的 所以任何事情 现在开始去发现 我今天呼吸蛮顺的耶 你就可以开始想想 如果我今天是感冒鼻塞的 我会觉得怎么样 你就可以开始感谢 我现在有一个顺畅的呼吸 有一个好住的地方 有一件舒适的衣服等等 今天分享了五个 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方法 大家学到了吗 如果对你有任何一点点的帮助 都是我最感恩的事情 如果还有想要听的主题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 并且帮我们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追踪我们所有的频道 我是苏雨昕 下集节目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